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麻煩你上去溫总 我溫总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哭了Vivian 想要做什么 溫总 看到你做得太好了 我们现在有个节目 需要嘉宾 一熟六万人订阅 有什么嘉宾 我不是什么节目都接的 已经有四叔 六叔和七叔 四叔 就是财经界人人都吃的 四叔是客宴茶餐厅的四叔 他说 下次会送多些争取茶给我们 其实我很忙的 只是网台每个礼拜都不过 又要出电台、电视台 又要写报告 又要写稿 看来跟你朋友一场 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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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下回Vivian 其实是我居马匪的 逢星期一至五 下周十二点至一点 一个震惊十三亿人口 全城至正 可以不看 但一定要听的财经节目 谈古论经 大家好 又到了谈古论经的时候 刚刚有点绑络问题 今天邀请到我们的嘉宾 光大新铜机 财富管理刹律师 溫杰Kenny HelloKenny 大家好 看见到你了 终于 我们先跟大家打招呼 看到Kenny的样子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 我们今天的长话短说 谈谈市况前 昨天昨天凌晨有个iPhone发布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挨招 我自己点击 也不是很有兴趣 纯粹是按一按 看到有三款iPhone出来了 可以说是史上最贵的iPhone Kenny 有没有追开 或者有没有炒作空间呢 今次 我一向都没有 虽然我走在时代尖端 但是一向都没有追逐iPhone 通常都真的用到坏 烂才转的 所以我对那个兴趣就不是很大 但是始终iPhone或者苹果 是一个生活的style 是会有一些人 或者有些果分是会追逐的 所以对市场来说 或者对股价来说会有些冲劲 但是最重要的是 说回投资的话 大家会问 究竟要看反应是多少 继而是一些相关的苹果的代工 或者股股 是有 可不可以受到一些好处 但是要留心的话 今天本身的市场是反弹的 其实就未见真章的 所以如果你说市场真的 反过去的话 那瑞昇 是不是还可以做得好呢 这个就比较难说 所以我想 初步来计 譬如2018 瑞昇科技来计 现在就升0.8% 78.5% 比起大致来说 我会跟你说 其实 不是很见到苹果效应 是的 其实看到瑞昇今天是有少少反弹的 升6.5%至78.5% 其实之前未开始iPhone的发布会之前 其实iPhone的股价 即是苹果的股价是有个追捧在里面 但是看到昨天一开完会之后 知道12000元 就算去行双卡制都好 看到苹果的股价立刻有个跌幅在里面 都挺夸张的 不过昨天说到股市方面 就好像有少少喜讯 就是看到中美货战有一个新的 可能有一个新的谈判在里面 在里面 看到昨天很多很多的财经演员 我们叫他做 有些网上的评论 就在里面说 现在是时候要买一些熊仔部署 他们是现在才买熊仔 昨天他们就在网上说买熊仔 谁知道夹到认一认 昨天夜期是升了差不多400多点 看到港股方面六年跌之后 就反弹回来 其实现在的后市是否都是这样 等大家看探了 突然间又再升回给你看 我这样 其实近期的跌幅也好 或者由高位计的累积跌幅也好 其实恒指已经跌了很多 还有反映了大部分的一些负面因素 还有最近虽然市场穿了底 不是这样的 其实很多消息都不是新消息 变相当有些好消息出现的时候 是有条件是有个反弹在 不过你说今天暂时看 就暂时了三百多点 暂时来计算 是不是真的会继续彈上去呢 我有点害怕 因为虽然昨天有消息说 可能中美呢 会重启回谈判 或者协议 一些会议 令到大家有些的憧憬在那裡 带动到市向上 但是留意 今次是说 美国的财长呢 邀请刘罕去做会谈 你要知道 其实在特朗普政府里面 财长老阴呢 是一向都是叫做夹派 和呢 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 反正一些的 其他的贸易代表啊 他们的商务顾问等等 反而才是鹰派 所以如果只靠老阴和刘罕去谈的话呢 可以谈到什么呢 其实这个有很大的不明朗因素 我暂时看远一点点的话呢 我对那个贸易战呢 都还是有点担心 第一 那2000亿元的货品的关税呢 其实被公布了 那我觉得是因为内部呢 就是共和党内部 还要谈究竟是百分之十啊 还是百分之二十五 不太除真是确实公布了的话呢 可以令市场再跌到一层的 那所以今次这个反弹的话呢 我看得好像不是那么实在 那真是要反弹的话呢 我觉得要等到那个 2000亿的关税出台之后呢 才有个真是反弹的契机存在 所以万事俱备 但是就只欠那个关税 那所以要出这个消息之后呢 才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那所以我对今天来讲 就但那三百多点 我又觉得没什么特别 始终你跌了这么多 你不要算上个礼拜啊 你只是算这个礼拜头三天 那三下都急 所以这三百多点没什么特别的 我觉得继续要留意 那个关税的消息和那个展望 再讲远一点的话呢 我担心是什么呢 可以发展为第一 就是这2000亿收你25只 接着余下的2670亿再收你25只 好了那中国会怎么应对呢 除了叫做反制裁之外呢 可能就会是人民币贬值啦 就好像和曾教授讨论那样 很简单而已 你加了10%的关税 人民币贬值10% 但是如果你真的这么做的话 美国就一定会把你指控成为 一个所谓的货币操纵国 到时就是贸易战 会引申成所谓的汇率战 那是另一个范畴 多一重的忧虑 那所以到时呢 就是担心贸易 担心科技 担心汇率 那所以向坏那方面想的话呢 其实可以想得很差的 那变成我就仍然倾向相信啦 这一旦 这一今次的反弹 第一今天的反弹 是很不实在 就算真的有一个中期反弹都好 因为累積跌幅那么多的话 弹完呢我怕都是弹散格 弹完就散 那我最近都跟 我想丰间或者传媒 讲了最新的预测 因为四个几月前 我说看两万五的 那些说就是二五四八四 现在这个更加 看见好像悲观了 是悲观了的 那不如我一次说完 好吗 OK 长话短说 我觉得今次整个 你说熊市也好 大跌浪也好 股灾也好 大家都自己表述 我觉得最低有机会 是见这个二三五九七 怎么来呢 就不是乱说的 不是我五夜梦回得出来的 都这么说 是给大家参考 或者不一定会到或者不到 但是背后的逻辑就是 看过去那二十 港股出现的大调整 包括九八年 零零年 零三年 零八年 一一年 和一五年 和今次 每一次来说 我觉得比较和今次 累近似乎是一五年的 因为九八年是一个 亚洲地区性金融风暴 这一刻来说 未出现这样的情况 虽然土耳其 阿根廷 都有一个 货币的股灾 但是接着到二千年 美国的科技股爆破 或者科网股爆破 今次来说 美股或者美国强到没有朋友 你想想 我们新兴市场指数跌了两成 美股由高位计都是低了1% 所以也都跟00年不是很相关 03年SARS的暂时是有猪瘟 但是未至于有地区性的疫苗 疫情 去到08年 根本是环球所谓的百年难得一遇的 金融海啸 那现在就绝对不同的 那时候成熟市场的指数 一日跌你10.8% 我还是拎拎在目 雷曼爆破等等 绝对不是那谈事了 好了去到2011年 是说的 美国的三条A评级被撕走 欧洲的一些债务危机 那和今次都不同 唯独是2015年 就是A股熔断 就熔断了自己 又将这个A股由5100点跌到2600点 就跌了49% 那今次来说 中美外战的焦点是中国 另外A股都是跌得金 另外人民币都下跌 所以比较似的就是2015年 那就来了 2015年的时间 那现在呢 恒指由200588 跌到最低18278 跌了1030点 36% 不过未计完 我不是计过% 因为呢 每次的情况不同 那个计算的指数也都不准 但是当时恒指最低呢 就是见过8.9倍市盈率 那所以如果用现在那个盈利预测去计的话呢 恒指如果真的跌到8.9倍市盈率 which is好像2015 16年那么差的情况之下呢 那那个指数呢 就会是23597了 那所以这个数字就是这样来的 那但是你问我啦 我倾向相信 暂时来说呢 中国经济比2015 16呢 稳健些 A股呢 都未至于当时的熔断机制那么大事了 那所以有机会 或者我相信 恒指的低位呢 应该在23597 至到25484 这个中间位里面呢 是会出现的 那用现价去计 曾经都跌到是2.6300了 其实又不是很多的下跌空间的 那但是如果乐观去看的话呢 我想都要去到真是10月尾 11月 当接近那个中期选举 特朗普放软手脚 而到时大家应该已经消化了 今年个美国的加息预期 还有呢 如果新兴市场再没有另一个爆波的话呢 就是继统于其和阿根廷之后呢 大家都消化了这个坏消息 那最快10月尾11月头呢 就有机会可以真的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 或者比较一个回升 所以我刚才大概说了我对于 在今年余下时间 或者未来那个 只有3个多月而已 嗯 对了 对了 看到有些朋友都很追着问 就是反弹到几一点 但是刚才阿Kenny都说了 就是这个反弹不会维持得很久 可能是一个借势 因为跌得太近的时候呢 所以就会反弹 如果恒指的话呢 今天这个呢 我不叫反弹的 我觉得要等到2000亿 关税最终决定之后呢 才会有一个真正的反弹 如果反弹的话呢 我想大概在保守估计 就是27500至27600左右 观点看的话呢 可以试到希望 如果真的弹得好的话 可以去到28000 但是再上我觉得就很难的了 但是问题就是 重新一次 无论弹到27600也好 28000也好 弹完呢 我们都倾向估计呢 它会再沉底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说 要买趁着反弹买红 但是那个难度之处 究竟是26800 27000 还是27500开红呢 这个就是高难度了 所以这个就 这个就 衍生工具不是有强项 所以我也不讲太多 但是那个大使和恒指呢 我有些信心的话呢 都尽量和大家分享多些了 是啊 好啊 那回答到一个问题呢 希望回答了两位 家庭观众的问题 都是有这个问题的 很快回答了 就是1281 你之前都常常提及的 就是农基泰和智慧能源 那说起 这只股票呢 他就说他自己一个白马入的 我问一下 现在就应该是 食股啊 还是持有先 继续 怎么回答你呢 如果纯粹看这只股票的话 似乎大概 过半过六左右 不知是神推鬼摁 还是有有心人呢 都支持得住的暂时 嗯 再加上你说 在光伏产业来说呢 最差的时间 在政策变化 补贴减少的问题 或者负面因素呢 已经反映了 所以 当然 我会说 其实就 难大升的 因为始终市是比较差些 但是苦心自问 如果你看看图的话 近这一两个月呢 我不计五月份开始的跌落 那个政策的改变 你看七月八月的话 特别是过去的过来月呢 其实就做得真的不差的 我想都叫做 和大家有个交代啦 也都要恭喜啊 袁大哥啦 他拿着一亿五千万的货 不如找东西叫他上来啦 不如 叫他上来啦 但怎样都好 先回答先 看你看短还是长啦 如果你说有信心 隆基泰和的基本因素之前说了 他不是干复公司啊 不要再以为是啦 但是再说了 如果你对他有信心 你觉得 39岁的袁大哥 都拿着一亿五千万的货呢 又请得他 由这个 过来做的话 一定做一番事业 不像他那三成四成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继续拿着的 不过要预算了这些 叫做中型或者小型股呢 加上现在的市况呢 股价可以很波动的 那你一定要有很高的心理质素 才有机会呢 一年两年后呢 吃一个大茶饭的 等于我当年一四六二 一六三二 我赚你五倍 我赚你十倍 因为我 我讲过啦 我是变态的嘛 我不是很受市场情绪影响的 你跌 当然我不是买太多啦 这个都是一个重点 所以 你能够放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话 这个会是其中一个 一只股份 是帮你继续吃大茶饭的 赚两三成 四成五成那些呢 我其实觉得很基本的 追趴而已 你赚了十次之后 突然间遇到股灾 你走不掉 你那只反而输了 可能输了五成六成 那你之前赚的五六七只呢 其实都一不勾销了 所以呢 我是大咬一些的 捉到大浪 找到一些大茶饭股呢 我是有能力和有心去坐的 那这个就是 你愿不愿意去坐啦 如果你说 真是见到 由两元多一点 跌下来已经很紧张的 那就糟了 那就要小心了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我想贴近两元左右 我都会吃的了 就是贴近两元左右 你各有八买过去 就是赚到就是两毫子啦 两毫子的话 在现在这个市况 你想想 恒指跌到一扣一扣的情况之下 算是执生彩 和赚到一餐茶钱啦 只要你不是买太少的话 那所以 要看你看短还是看长 还有当然啦 如果你继续是 决定继续持有的话 那你就继续留意着 逢星期四这个频道啦 是的 没错 那回答到这个 家庭观众的最后一个问题 就有人问一些 油股相关的 安东油田 3337 那这一只股份 之前也有些嘉宾就说 他根据油价未必太贴的 但是看到昨天 就是因为有个 油田的情况 那些油呢 现在是已经去到 三年半的低位 就是油产方面 那看到油价急升了很多啦 今早呢 三桶油都是表现比较强小小的 那就是安东油田服务 他就说最后问了Kenny 现在是否继续持有好些呢 如果那里有 我自己拍一拍手掌给自己 很棒 是啊 你之前都说了 是的 我想近这一排的话 我比较说得 如果真的要买货的 曾经 我说的一定认的 基建 油 有我两星期前 在某本雜誌里说了 我还是有信心的 我再说一次 纽约旗油的目标价 今年呢 我看到有匯豐出了100元 不过他那个呢 就是所谓布兰特的 差一点 布兰特旗油现在是80元的了 那他看100元的 我看纽约旗油75元 内容幅述了 在不同地方说了太多次了 但都要提提大家 现在的市况是差的 如果弹完之后散的话呢 其实很多类型的股份 都会受压 你很难寄望呢 那个大市是大跌的时间呢 这些股票呢 是还有得升的 只能够可能是横行 或者跌少些 特别油价多多少少呢 都会受到市场情绪影响 你希望它占缺化呢 是会令它升得慢一点的 再加上就是 有机会 在这个中期大选之前 特朗普可能会按住 那个汽油价格 也有机会推出一些 战略石油的储备 去按一按油价 但我讨论 你怎样搞都好 都是令到升势放慢而已 升就升了 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真的要买货或者错货 油公司计算是我喜欢的东西 三桶油或者计算1205 就是四桶油 另外就是油服公司 油服公司刚才提过安东 1337我没记错 要小心 它就跟油价敏感到没有那么高的 但是呢 都是可以受惠 因为始终 尺寸比较小的 如果油价大爆 记住 油价慢慢升 就中海油最受惠 油价大爆的话 就一定是油田服务 是会最受惠的 爆炸力是吸引的 所以我自己觉得 安东油田不是看中国 是看伊拉克的 所以记住 每间公司的所在地不同 不要以为是中资股 就是看中国 所以总括上来说 简单回答了 我会建议你继续拿着 是的 我帮你 不要说我帮你 一起看着油价 一起看着四桶油 一起看着油服股 希望这个电话 可以帮大家赚到钱 亦都帮我自己拿下资金 多谢Kenny 希望回答Pinky问题 刚才也说到油价方面 和油股方面 就是油田股方面 有什么不同 大家可以重温一点 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刚刚回答了很多股票问题 谢谢Kenny 我刚才说过Kenny 那些股份有没有持有的 全部都没有的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继续有Hilton和大家 谈古论经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